好啦 沒有主要就是想說 裝11的時候嘛 就趁機買了一個鍵盤 就做個簡單的小小的開箱 他的牌子是 賽德斯的 他應該也算是一個蠻有名的電競品牌吧 我是第一次用他們家的產品啦 所以實際上我也沒有什麼品牌迷失 純粹就是看折扣 然後外型 跟他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來做挑選 然後這是賽德斯 他叫賽德斯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來吧 而且我是12號 然後 12號下定的 今天送到 效率還蠻快的 才 兩天吧 兩天都送到 然後 這一款特色 他可以隨喜 可隨喜 很適合我這種 懶人 想要清理鍵盤的時候 充一充晾乾 完事 來 反過來給鏡頭看一下 實體 實體比我想像中的好看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它實體比我想像中的好看一點 是 我喜歡的那種顏色 然後 他這種算是做一種 做一種懸浮式的 還蠻重的這個鍵盤 因為他底盤是 算 純金屬打造 跟 一般鍵盤的 應該說跟我原本用的鍵盤的 比較偏 塑膠材質 比較偏塑膠材質 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這個整體的質感 跟重量是 不太一樣 但是我還蠻喜歡他這樣 金屬的質感的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 這個全部底下都是金屬的 然後是會微微的反光 還不錯 然後 他的鍵盤是做懸浮的 也就是說 你那些灰塵 是算很容易清理的 因為他是 都在底下 等於說 你只要有個東西 水沖啊 或者拿那個什麼 吹 吹 吹球之類的 吹吹 就可以很輕鬆 把他一些灰塵給清掉 看一下 底盤的話 他就是已經有一個做基本的加高 他沒有在像 多數的鍵盤 會再有一個 可以額外力高的價值 那這個就可能看個人習慣了 可能等一下來試試看 看看他的高度怎麼樣 然後 他裡面 有一個 使用說明吧 使用說明 應該 鍵盤吧 不過都長那樣 然後他也是一樣會有什麼 RGB功能 但是這部分我比較沒那麼care 鍵盤發不爆量了 我不是很在意 最主要還是 我挑選他原因還是在外觀 然後 還有那個水洗功能上面 然後 這樣子打起來的手感其實還不錯 並沒有我想像中 就是我原本舊的鍵盤會 相當的大聲 這個聲音相大相大的大聲 這個聲音就不太好 沒有很大聲 手感其實還不錯 還 我還滿滿意的 他整體的質感 給我的感覺 挺不錯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考慮 這一款鍵盤 因為 外型啊什麼 品質還不錯 價格的話 我記得我是買 一千 雙11 他已經有特價是1490吧 然後雙11 用博客來買的 又再另外再打八九折 所以可以打到 一千 二 快一千三 再多省掉一百多關 還滿划算的啊 這樣一個鍵盤 CP值算滿高的 總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簡單的開箱 有興趣 可以 參考看看 一起收看 掰掰